画面上的两只小蜜猴在亚克里乡内活蹦乱跳 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猴子 而是中国大陆第一对体细胞复制猴 这两只大眼扫猴分别在2017 11月27和12月5号诞生 取名中中和华华 中国科学家使用的复制方式和1996年轰动全球的陶利洋相同 体细胞克隆猴是指从猕猴的体细胞中提取细胞核 然后注射到去过核的卵母细胞中 通过表观调控因子将其激活并重新编程 采用身体细胞复制的好处 就是能培育一整批生理背景遗传特征完全相同的猴子 用来研究人体遗传疾病 例如阿兹海默症 自闭症 甚至针对免疫缺陷 肿瘤等药物 该成果是一项令人兴奋的重要工作 这是全世界科学家花了20年时间才达到的技术里程碑 然而能成功复制和人类接近的灵长类 是否代表复制人也尽在咫尺 弥猴可以克龙 在原则上人也可以克龙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必要要克龙人 毕竟复制人仍然有大量的道德疑虑 同时也有60多个国家立法禁止三观演奏 但复制好的出现已经为生物科技带来化时代的创新 咱们新闻 终于好报道